2012年大爱之夜在美西和美东一共巡回演出四场 最后一场的演出在波士顿刚刚整件完成的新会所举办 大爱之夜在美国的四场巡回演出 最后来到美东的纽约和波士顿 在纽约长岛志工和小朋友卖力唱跳 与四二夜小经理和志工们同台演出 南高音蛇昭明的歌声震撼人心 歌手许景淳 锦绣二重唱演唱大爱之场的主题曲 所有的演出都是希望鼓励民众安装Disney Walk 收看大爱电视的好节目 这个由185年历史的老教堂是波士顿的会所 也是大爱之夜最后一场演出的场地 志工们花了两年的时间终于完成整件 今天早上我们大概有二十几个人 一大早到现在 我们准备了四个月触动了所有的志工 很感恩大爱电视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做这样一个大爱电视的介绍 因为我们会所也刚刚改建完成 希望借这个机会 不仅能够介绍大爱台 也能够把我们的那个新的会所介绍给社区的民众 来向大家做一个感恩 请里面请来来来来 谢谢 介绍的大爱电视台平常是听得多看得少 今天是真正实际接触了大爱电视台 还有看到很感动的从台湾远来的歌星们的演唱 让我们都深受感动 更感动的是他们的爱心 他们抽出这么忙碌的时间 来到了波士顿来为这场一言尽心经历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美东两场大爱之夜 共有近2000人参与 在波士顿画下完美的据电 大爱新闻美国综合报道